好 來 我們再繼續講 這個東基大三角跟東基大橢圓 各位記住這幾顆量型的口訣 那會方便各位去記憶 再來我們再往下看一下 上次有稍微介紹到幾個 就是比較暗的星座 我們今天大概 不過在台北市 這幾個星座 比較不是那麼容易看得出它的行星 所以各位知道一下 但是因為就是說 這個考試都要考得到 都會考到 所以呢 在獵戶座的腳下 我們講的第二號獵物 因為它的第一號獵物就是 各位也看得到的金牛座 那第二號獵物就是在獵戶的腳下 叫天土座 那中國的星空它的命名有特別的命名 叫做測 上次我們講過 因為獵戶座它叫生鏽嘛 生鏽其實在中國的意義上 它是代表是一個軍營駐紮的地方 然後呢 軍營駐紮的地方總是有吃喝拉撒睡嘛 對不對 吃喝拉撒睡 所以今天它的下方就是它要上廁所 那個他們的軍人要上廁所的地方 然後上了廁所總是有東西出來嘛 所以呢 天土座的下方又有第三號獵物 叫天鴿座 它在中國的命名上叫做石 叫它石星 OK 那另外呢還有幾個 比較黯淡的星座 像那個生鏽應該獵戶座的腳邊 生鏽漆旁邊會有延伸出來幾顆星星 可以連線出來的叫做柏江座 那柏江座中間還有它的柏江座 有點像一個水流這樣子的一個長條的 會到比較南邊的地方 我們台北市也應該看不太到了 但是呢 這裡面包含了柏江座裡面 左右各包含兩個小星座 一個天鹿一個雕具 然後麒麟座呢 上次我們有跟各位稍微介紹到 麒麟座在大小犬的中間 但是看不太到星星 等一下我們再慢慢介紹 巨蟹座 巨蟹座 是屬於冬季跟春季之間 假的星座 那上次有講說 這個巨蟹座因為看起來都很暗淡 尤其它中間有一團 一團 星團在 你在晚上看那個地方看起來懵懵的 看起來懵懵的 你就覺得那個中國人無早以為 認為這個懵懵的看起來很陰森的感覺 所以覺得很像 有鬼在那個地方 所以叫鬼秀 而且呢那個地方 就是很陰森 所以感覺充滿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東西在裡頭 所以那個地方也稱為 基屍氣 有沒有 上次有講到 基著屍體氣型的地方 基屍氣 OK 那另外呢還有 船尾 船帆跟船底座 其中船底座還有全天的第二亮星 叫老人星 這到時候會 這到時候會 用新圖來給各位看 來 這個是我們有連線的圖 上次也有講過了 連線的圖 我們稍微再看一下 中間 王者星座 很明顯 各位其實 雖然 這三顆沒有比 火龍 滑鼠 這三顆 沒有這四顆來的亮 但是這三顆很明顯 腰帶很明顯 所以大家會 一看到那三顆排成一列 很容易就聯想到 然後是獵戶座的腰帶 所以各位 今天晚上 嘗試看星空 今天的月亮會在這個地方 大概在金牛座 眼睛的 這個碧秀舞的旁邊 OK 在這附近 所以各位 那個 你可以看到月亮 你可以去找 影測它大概在哪個位置 所以呢 獵戶的肩膀 肩膀這顆星 就叫神秀四 那這一顆其實在天上 你仔細看它 它就是一個紅色的星星 紅色的星星 所謂紅色的星星 基本上 我們在之前的課程有講過 星星的顏色 也代表它的年齡 OK 所以 越是紅色的 就是代表已經快死掉的星星 快要死掉了 越是青色的 它就是代表 越年輕的星星 那它的表面溫度也會比較高 越紅色的是 表面溫度會比較低 那這一顆就是叫 生秀四 OK 然後呢 大犬座 脖子這一顆星 就是天狼星 全天第一亮星 就以星星來講 我們太陽不算的話 星星來講 全天最亮的就是它了 天狼星 那這整個叫做大犬座 所以很明顯 頭的狗 亂 亂 狗的頭 對不起 狗的頭 狗的身體 狗的前腳 狗的後腳 狗的尾巴 很清楚 OK 然後呢 另外 各位可以 這兩顆星看出來之後 你也可以慢慢去看 我剛才說它是正三角形 你看它那個正三角形 你慢慢量到這一顆 就可以知道了 這顆亮星 形成一個正三角形 所以這一顆 是它帶的 獵犬裡面的小的 叫小犬座 但是 其實我不太希望說講獵犬 因為 春天的星座有獵犬座 那這邊叫大犬小犬座 我怕各位會會 所以要記住 所以我們通常說 獵人帶著大狗小狗 盡量我們就不要去講 那個什麼獵戶帶著獵犬 兩隻獵犬 因為我怕各位 那個春季的那個 真的就叫獵犬座 那你今天在 作答的時候 你把這邊寫 大獵犬小獵犬 那是錯的 所以就是大犬座 跟小犬座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三顆星成正三角形 那分別是 獵戶座的神秀四 大犬座的天狼星 以及小犬座的南河三 可以嗎 這是正三角形 那大橢圓呢 大橢圓就要從 獵戶的角的這一顆星 好 我再講一次 從中間腰邊開始算 神秀一 靠近 靠近天狼星的這一顆 這三顆星靠近天狼星的這一顆 叫做神秀一 二 三 然後接下來肩膀 四 五 接下來膝幹 六 七 所以這個叫神秀七 然後連過來 大犬座的脖子 天狼星 小犬座 南河三 然後再來 雙子座 你看雙子座就像是 兩個人都坐在地上的感覺 兩個兄弟坐在地上的感覺 一個手往下伸 一個手往上伸 然後背靠背的坐在一起 那它頭部的這兩顆星 就是 北河三 北河二 OK 北河三 北河二 然後呢 再連過來就是 五邊形 其實有點看好像是風箏 所以我們常常說 像在放風箏一樣 或者像本雷板的感覺 好 那其中這五顆星 最亮的這一顆 叫做5G5 5G5 它其實是這樣 5G1 5G2 5G3 5G4 5G5 5G5 這樣繞一圈 但是這個5G5 真正在西洋的行空裡面 是隸屬於金牛座 而不是屬於玉夫座 這叫玉夫座 玉駕清真的玉 玉夫座 然後再連下來到 金牛座的眼睛 碧秀舞 OK 碧秀舞 然後它的背部 其實各位有沒有看到 我的背部有一個萌萌的感覺 它是一個 星團 M45 的 卯秀行環 卯 錄影可能看不到 但是 就上面一個日 下面一個 直瞅移卯的卯 OK 好 卯秀行環 好 但是剛才講的大橢圓 是經過它的引擎 叫碧秀舞 所以這樣子就形成一個大橢圓 可以嗎 烈戶的神秀七 到那個大犬的天狼星 小犬的南河三 以及雙子座的北河三 北河二 然後再來 玉珠座的五居二 再來 金牛座的碧秀舞 OK 好 所以呢 這個地方 上次也跟各位稍微提過了 為什麼這裡取名叫南河 這邊取名叫北河 其實我們冬季 如果各位到山區裡面看的話 你其實還可以看到銀河 從玉珠座流到雙子座的腳邊過去 所以這個銀河上面叫北河 下面叫南河 就是從玉珠座這個地方流過來 然後流到雙子座的腳 好像是兩個兄弟在水裡面 就是腳在水裡面玩水的感覺 所以上面的行星叫北河 下面叫南河 然後 這兩個有時候大家的心名會忘記 那很簡單 你只要去記說 這裡是南河三 三要對三 然後這邊是叫五居二 二要對二 所以這邊就是北河二在上面 北河三在下面 可以嗎 好 這是簡單的認法 那 剛才講過說獵戶的頭號獵戶 第一個就是金牛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他的腳下 有一個像兔子一樣的 OK 這叫做天兔座 天兔座 然後呢 天兔的底下 有一個幾顆星連起來像一個T字型的 天歌座 OK 天歌座 那其實還有很多啦 我剛才講過說大捲小捲通間這個地方 星星不是很明的 叫做麒麟座 好 那另外呢 從腳邊這邊延伸出來 會有一個很大的像 像 河流彎彎去去的那個 叫做波江座 好 這依序以後 我們再慢慢跟各位介紹 好 在介紹之前 我們再用 Stelarin這套軟體來模擬一下 好 不知道各位已經把這套軟體裝起來了沒有 這個軟體要多三 OK 這是今天晚上到的 但是我稍微把它 再快轉一點時間 等一下去吃 OK 好 我把亮星的名字取消掉好了 可以看得出來嗎 來 我轉個方向好了 我隨便 我隨便轉個方向 各位看會不會 看你 看你認得出來嗎 好 來 有沒有 有沒有要自告奮勇上來講的 要不要 然後 但是對不起會入鏡喔 會入鏡的 上來講 如果你講得好 就是你把那幾個星座都認出來 給各位加分的鼓勵 總成績五分 好不好 有沒有誰要願意的 願意上來講 有沒有 有沒有 都沒有嗎 會入鏡 會入鏡不敢 還好吧 讓其他同學看到一下 讓其他校同學看到一下 有沒有 有沒有人要嘗試的 要放棄嗎 要放棄嗎 沒有人喔 沒有人我只好講囉 不然因為錄影的部分總不能空空的一直錄啊 可以嗎 沒有人喔 那我就講囉 好來 就是如果你今天 如果到高山上去看的時候 很多星星都會很亮 而且滿天的星星 像我那個 我在太魯閣國家公園裡頭 有一個 像我們叫做高山志工 或者是寶玉志工 因為他們有時候要常常去尋步道 然後會 會 可能要爬什麼 齊萊北風啊 就是那個 尼紫爾齊萊啊 或南湖大山啊 怎樣去尋那個步道 有沒有問題這樣子的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他就一直很想找我去高山上 好就是那種比較 幾乎沒有人淹的那種高山上去看情形 然後炸魚 因為他說齁 一旦到高山上之後 這些星星都非常的亮 感覺滿天 像是垃圾 一樣 這麼多 所以他實在不會認 所以他一直很希望說 找我一起去齁 那所以呢 給各位一個 技巧 你今天如果真的看到星星這麼多的時候 你要怎麼辦 大三角 可是大三角 你看到星星都會很亮 你也很亮 有時候很難注意到 欸 變蝸蝸蝸蝸蝸蝸蝸也是一個方法 但是他 到時候他擠在很多亮星當中 有時候他會看不太清楚 一個小技巧是 也不是顏色 他變紅皺自己 蛤 手變紅皺自己 手變紅皺自己 欸 這個方法好像也不錯 但是 幹嘛這麼純我自己 你要讓那個瞳孔縮小一點對不對 然後那個 等於說你那個亮星會比較看不到 是不是 所以別那麼麻煩 你只要瞇著眼睛 瞇著眼睛就可以把 比較稍微暗的星星濾掉 比較亮的星星就會流下來 對 OK 就會有點類似你在台北市看星星的效果 台北市的星星你就只 比較看到幾顆比較亮的星星 戴墨鏡你就看不到了吧 這樣可能戴墨鏡 星光是很暗的 戴墨鏡可能就看不太到了 OK 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你只要看到 比較亮 所以你說稍微瞇一下眼睛 然後看比較三顆亮星 會形成正三角星 有沒有 其實三個也有點像 但是你只要看就是說 這個地方 兩點在這裡 其實我們看久了 就看到這有兩點 而且都感覺還蠻亮的 就會比較會去聯想幾個相關的星座 那但是大三角 大三角 OK 你仔細注意 大三角 它的 稍微附近一點點 比較沒有那麼跟它 可以跟它 幾乎接近的亮星 OK 所以大三角 就是這三顆 那其實我跟各位講 這個是獵戶的腳 這個腳 它進來看起來已經快要接近 類似平行四邊形的感覺 好像這邊有一個三角形 跟另外一個三角形 兩個倒接在一起的感覺 OK 所以有些原則 你都看了之後 你就比較能夠抓得住 所以呢 這個就是獵戶座 腰帶在這 有沒有 獵戶的肩膀 然後膝蓋 腰帶 然後它的頭號獵物 不是 不是 頭號獵物 就是帶著 大犬座 你可以從它的腰帶 延伸 感覺就 感覺就 氣著一個 狗鍊子 鍊到這隻狗的頭 所以狗在 我的身體 身體是這裡 後腳 尾巴 有沒有 看得出來嗎 然後小犬 兩顆 兩顆 很可愛的小狗 OK 兩顆 OK 然後呢 這就是夏季大三角 獵戶的肩膀 身袖四 大犬座的脖子 天狼星 以及小犬座的那顆亮星 叫做南河三 對不對 大三角 好 接下來大橢圓 獵戶的膝蓋的地方 身袖七 然後到了大犬座的脖子 天狼星 然後接下來到哪個星座 哪個星座 小犬座的南河三 對不對 然後 再接下來什麼星座 雙子座的 北河三 北河二 欸 北河三 北河二 不錯喔 大家已經有進入狀況 而且來看一下 它的身體怎麼連 有嗎 然後 有沒有 這是手 然後呢 接下來另外一個 小孩 然後另外一隻手 可以嗎 有沒有 這就是一個北字 有沒有 台北的北這個字 其實也可以連到這裡來 北這個字 然後再來 連到什麼星座 欸 欸 不錯 孕夫座的5G2 5G2 所以5G1 5G2 5G3 5G4 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所以這個 這邊這個 那麼亮是什麼 這是等一下 這個是 這個是 月亮 你看 你點一下 它是月球 好 點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木星 OK 好 真正的眼睛是這一顆 好 你仔細看清楚 這裡的V字星 就是金牛座的臉 就是金牛座的臉 他的腳 延伸到這裡 這一顆星 很特別 這個叫做 天關星 天上的關卡的那個天關星 等一下我們會再介紹 然後另外一個臉 延伸出來 就到了5G5 OK 5G5 5G5是 浴夫座裡面第二輛的 第一輛是他 第二輛是他 好 但是不算 我剛才講過說 他其實不算浴夫座 他應該算金牛座 好 哪一個 這個 這個嗎 這個是臉 然後延伸出來 腳到這裡 頭上的腳延伸到這裡 OK 然後呢 身體 臉過來 背 臉過來到這裡 這個就叫毛秀行動 可以嗎 好 所以呢 各位可以連線一下 就看得很清楚了 那當然如果你回去還不記得的話 你可以把星座名字列出來 這樣就很容易看得到 可以嗎 要不要再給各位機會 好 來 轉到了 有沒有誰要嘗試的 再重新講一次 任星座 任星座會 好 那入境OK 不要 但是 這邊要 這邊講 不然你就 那你比 你比 要我講 好 那我們剛才沒複習到也可以嗎 嘗試看看 好 來 那這個 那 那 那是大拳 大拳座 然後咧 大拳座 天壤星 然後 然後 那邊是育膚座的 育膚座 然後 5G2 很不錯 然後這個呢 然後那邊是金牛座的 金牛 碧秀舞 對 然後這個 然後這是小犬喔 小犬很好 這顆 小犬的話是藍河三 喔很好 然後再來 再是雙子星 等等等等我現在馬上跳 這個這個咧 蛤 這個還記得嗎 那邊是天兔座 很好天兔座 然後這個呢 現在是天哥座 天哥座在這裡喔 不用忘記喔 T字形 對 然後這一個 那這個呢 那是北河二 北河三 欸很好 北河二 北河三 喔不錯喔 那下課的時候跟我來登記一下喔 就加總成績五分了 謝謝 好不錯喔 好所以今天我們到時候到 到下來之後 欸幫我後面的燈開一下 好謝謝 不錯大家有餘嘗試嗎 因為真的 你講過之後你會更清楚 你更清楚之後 真的你會 那個 你 就算你講 不是 你講錯了 你會記住 欸等一下跟你跟你跟正的時候 你會記住 然後你自己會比別人更清楚 都可以多嘗試一下 好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喔 尋找北極星 上次我們都有講過了 找北極星 基本上就是靠 春夏的 大熊座裡面的北極星 對不對 然後呢 另外是靠 先後座的 那個W 是秋冬的時候靠先後座 也可以找到北極星 但是呢 這是我們一般 比較常用的找法 但是我們冬季呢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可以靠育夫座 剛才我們講到育夫座 是不是有講到5G2 然後我們剛才有把 5G1 5G2 5G3 5G4 5G5 都有跟各位講對不對 我們也可以靠5G4 往5G3的方向 也是同樣的距離延伸5倍長 也是可以找到北極星 所以方法不是只有一種 來我們來看一下上次 跟各位介紹到的 介紹到的 那個大熊座 北斗七星 對不對 先後座的W 怎麼找呢 大熊座的前面兩顆 這個長度延伸5倍長 可以找到小熊座的 尾巴最末端的那顆星 北極星 它真正的中國星名叫 高乘1 OK 那另外呢 先後座W 五顆都要用到 王良1 往王良4的方向 就是 或者我們直接稱 後1 後就是先後座 因為它這個叫先後座 所以如果你簡單的 這個名字 這五個名字 你不一定要記 這邊的 北斗七星的名字 你也不一定要記 重點要記的是北極星的名字 後乘1 好 那所以如果各位 我不用各位記的話 我們就用簡單的 先後座的 後1 後2 後3 後4 這樣也比較好記 後1往後2的方向延伸 後5往後4的方向延伸 會交到一個虛擬的焦點 那虛擬的焦點在往中間 後3 長度 這個長度 這個方向 也是一樣 延伸5倍長 可以找到北極星 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講的 冬季星空 這裡 浴夫座 當然講 這樣 5G1 5G2 5G3 5G4 5G5 5G4 往5G3的方向 這個長度 一樣 往上延伸 五倍長 一樣是可以找到 飛極星 可以嗎 好 來 OK 接下來跟各位介紹的是 我們先從金牛座的地方先介紹起 來 我們先也跳回剛才 金牛座 這個V字形 有沒有 前面V字形 主要看到是這個 那我剛才說延伸 另外有一個角延伸 會跟這個五邊形接在一起 但是這個是屬於金牛座的 這個5G5是屬於金牛座的 那另外一個角延伸 到這邊末端有一顆星 這顆星在中國星名來講 就叫做天關 這顆星叫天關 結果在19世紀的時候 19世紀的時候 當時有人看到這個 看到這個之後 其實更早之前有人看到了 但19世紀有人觀察它 發覺它的這個雲氣 往外的速度 他把它偵測出來之後 他就去想說 這個雲氣往外偵測的 那個往外的速度 我今天如果往回推算 欸 往回推了之後 發覺大概是 將近一千年前 就九百一千年前 就是那個時代 19世紀的時候 之前的九百 九百年前或一千年前 這個應該原先是一顆星 在中間 結果後來爆炸了 以那樣的速度 一直往外擴散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有人 到處去找資料 結果找到找之後 才發覺這顆星 在中國有記載 而且記載得非常的詳實 這個記載是說 在西元1054年 西元1054年的時候 那時候是在 北宋治和元年 好不好 那那個治和是誰的 誰的那個 誰的那個 曹代的名稱 各位知道嗎 哪一個皇帝 也是我們之前有講過的皇帝 也是我們之前有講過的皇帝 那個 那個什麼 包公 李秦 那時候的皇帝 還知道嗎 送人眾 送人眾 治和元年 當時呢 那顆星星 有人看到爆炸 可是中國人不知道它爆炸 只是看到說 欸 天上怎麼有一顆星跑出來了 而且在這個 天關星的旁邊 在這個天關星的旁邊 這上面一點點 這地方 欸 怎麼有一顆亮星亮出來了 很像到天關旁邊做客一樣 所以叫天關克星 而且當時這顆星星的亮度 連白天都看得到 白天就看 除了太陽之外 你還可以看到這顆亮星 那顆亮星非常亮在那個地方 維持了二十幾天 維持了二十幾天才慢慢的消失掉 那所以經過了九百一千年之後 十九世紀的時候 後來被人家看到了 所以 發掘中國的記載非常完整 所以這一顆星 後來人家成為叫中國超新星 好 那但是呢 這個星星 這個爆炸的樣子 各位覺得長得像什麼樣子 你覺得它有沒有像什麼 水果啦 動物啊 或者是什麼物品 通常你學天文要富有想像力 蛤 蝴蝶 嗯很好 但是呢 科學家他認為它長得像螃蟹 對 他覺得它長得像螃蟹 所以叫做蟹狀星雲 OK 所以呢 真的 你那個什麼 天空上其實有很多的天體 科學家認為它長得像什麼 長得像啞鈴 就叫啞鈴星雲 那長得像玫瑰 就叫玫瑰星雲 長得像貓眼 就叫貓眼星雲 所以科學家 各位 各位可能因為 我們在座的 民傳同學都是 現在目前在座的是學商的 那個文法商的嘛 對不對 所以可能會比較有藝術氣息 但是科學家他就覺得 就比較平實一點 一看到什麼他就覺得 這看起來像螃蟹 就感覺沒有像蝴蝶 剛才同學來講 蝴蝶那麼美的感覺 那這個呢 也是 M 這邊有個編號叫M 那等一下我們會介紹到 為什麼有這個編號叫M 其實是會紀念一個人 一個科學家叫做梅希爾 因為主要這個梅希爾 他最早把他把這些 這種特殊的天體 編列成錶的 編列成一個錶 叫做梅希爾星錶 那到時候 等一下後面會再跟各位講 那這邊還有一個編號 NGC NGC 然後那個1952還有一個數字 這個是另外一個星錶 更後面的一種星錶 等一下都會介紹到 另外一種星錶的編列法 OK 那這裡1952並不是1952年 當時只是他編號的第1952個 那這個不重要 這個NGC各位可以不要記 但是M這個東西各位要記一下 因為M這個星錶裡面 總共有110個天體 各位能記多少是多少 因為天文館的考試很特別 他針對梅希爾星錶裡面會問說 比如說以下哪些是星團 星雲跟星雲一樣 不一樣 有星雲 這個叫星雲 是因為它爆炸的雲氣 或者是另外瀰漫的雲氣等等 叫星雲 那星團是好多星星聚集在一起 而且星團它有時候還會考 星團有分 叫做球狀星團 或者是疏散星團 它有可能會以下哪幾個是 哪一個不是球狀星團 然後它就開始叫M多少 M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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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討厭 其實我覺得考這個事真的是 真的是有點難 感覺就是要大家去背這些東西 是有點 但是如果真的是對天文有興趣的人 他一定會針對M這個東西 好好去看M是多少 M多少是什麼 M多少是什麼 好 那我先講一下我們今天 那個中間線譜下課 講到快六點半的時候 我們就準備出去 好 OK 大概可能六點二十左右 再講二十分鐘 那會有給各位 中間還是會給各位休息 等於就是上到六點二十的時候休息 好 那另外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就是金牛座的背部那個 卯秀星團 它的編號是M45 那它就是屬於蘇散的星團 蘇散星團 剛剛有講說蘇散星團跟球狀星團 什麼是球狀星團 什麼是蘇散星團 球狀星團 其實它一個集合裡面 就有上 那少 就有百萬顆的橫行在裡頭 那個那個 它的星星聚集裡面就百萬顆 然後呢 蘇散星團其實很少 蘇散星團是幾百顆到幾千顆 所以這個群體裡面大概有幾百顆到幾千顆的星星 比較少 數量比較少 中間比較蘇散 所以叫蘇散星團 OK 所以呢你看 這個呢 如果各位用肉眼去看它 眼力好的 你大概可以看到六顆星星 那其實據傳說很早以前 看到的是七顆星星 所以那時候有稱為所謂的七姐妹星團 可是呢 有一顆星呢 就是因為那個什麼 那個被那個 奔用 流到人間 或者是有人說被牛郎流到人間 然後一直在哭 哭了 不然也不是說 不是說流到人間 是流到人間之後變到夏天的子女星 然後所以這邊就一個暗掉 OK 所以叫 那個什麼 以前叫七姐妹星團 當然現在沒有改名叫六姐妹星團 但是 各位知道嗎 有一款車子的符號 就以這個 為他們的標誌 日本的車子 Toyota Toyota Toyota是這個嗎 Toyota不是 不是一個什麼 有點像 那個 然後中間像一個A 這樣子有沒有 對啊 這 HONDA HONDA也不是 也不是七妹 不是 知道嗎 有一款車子叫 SUBARU 沒聽過嗎 SUBARU SUBARU 其實SUBARU就是 日語的 毛秀的意思 所以各位可以看它的標誌 各位可以到Google裡面去找 SUBARU的標誌 它就是中間就有六顆星星 對 沒錯 它就是有兩顆 它其實不只一顆很大 兩三顆很大的 然後後面有幾顆小的 大概它那個標誌上面有六顆 OK 叫SUBARU OK 那其實呢 那個什麼 那個在 那個美國夏威夷 夏威夷的山頂上 也有一個日本人蓋了一個望遠鏡 它的直徑 口徑 我們叫口徑 那個鏡面的口徑 8公尺 一個望遠鏡的口徑 就是那個鏡面的直徑 就是8公尺 所以比我們這個教室還長 這麼大的一個鏡面 它那個望遠鏡也稱為SUBARU 也就是毛秀望遠鏡 OK 好 所以呢來看一下 現在剛才的天關克星 也就是M1在這裡 在牛角這裡 然後呢 毛秀星團 M45 就在這個地方 牛背上 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梅西爾星標 它已經用縮小的畫在這裡 從M1 M2 M1 一直下來 到後面 總共有110 110個 所以 有空各位多去看一下 看一下 就是說 這 有興趣去自己去查一下 那當然 這個查一下 說不定哪一天 我的那個自我測驗 我也是出幾題這樣 讓各位自己上網去查 查它到底是什麼特性 長的是什麼樣子 稍微了解一下 好 像比如說像這個東西 這個是M57 貓眼 它不是貓眼 貓眼是有另外一個 是有另外一個 但是這個是 它是屬於那個 M57 好 M57 它有沒有取 它有沒有取 叫什麼名字 我忘記它有沒有取 中文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名字 但是它的編號是M57 它是在那個什麼 夏天的織女 織女星 織女那個天晴座 織女星在天晴座裡面 然後那個天晴座裡面的一個 而且這個 這個 這一個 的圖樣 也就是我們以後 太陽系 的太陽 未來會變成這樣子 有些星星到晚年死亡的時候 會爆炸 結束生命 但是 太陽 太小顆了 它晚年不會爆炸 它晚年會一直膨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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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大之後 然後中間就縮成一顆小的 然後外圍的雲氣會抓不住就散掉了 那外圍雲氣慢慢就會形成一個這樣子 一個圈 然後中間會有一個點 中間會有一個點 這個圖已經很小了 所以土那個放大我們必須要 到時候那個什麼 你可以在上網去抓 這中間會有一顆星 其實就是那個 那個 比如說太陽晚年以後死亡 變成縮小一顆 那顆叫做白矮星 白矮星 以後會再 有機會再慢慢跟各位講 好 等一下梅西爾 再跟各位介紹 先知道一下有110個編號 110個編號 好 另外還有一個很漂亮的天體 所以有在獵戶座裡面 好 那我們稱為M42 獵戶座大星女 好 獵戶座大星女 那在哪裡呢 獵戶座的腰帶下方 中國星名叫法二 來 給各位看一下在哪裡 剛才說 這是獵戶的肩膀 獵戶的腰帶 獵戶的膝蓋 他位置在哪裡 在非常敏感的地方 有人說是他的配件 就是那個 配刀 配刀 配件 在這個地方 他這邊有三顆星 在這裡 那其中第二顆 這個地方 而且呢 各位覺得他像什麼動物 欸 有人 聽到 我有聽到有人說 鳥 鳳凰 鳳凰 或者是說 那個什麼 像不像火鳥 所以其實這個 這個獵戶座大星雲 大星雲 有人另外的稱法叫做火鳥星雲 那火鳥星雲 你就好記了 火鳥星雲在哪裡 對 就在那個 鳥的位置應該在哪裡 好 就在哪裡 OK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用模擬型土來 我先 這個等一下再跟各位 我們從 模擬型土等一下再看好了 正好還有下面一個 欸 又看到一個很奇怪的編號 IC 434 它叫馬頭星雲 也是在獵戶座裡面 各位看到馬頭了嗎 看到 嘿 這個地方 欸很特別喔 剛才我們前面看的幾個星體都是 它會發光的有沒有 那個什麼 蟹狀星雲 它因為爆炸那個亮光還看得到 然後呢 卯秀星團幾顆都是亮星的 有沒有 然後獵戶座大星雲 它也是亮的 馬頭星雲很特別 它其實是一團 暗暗的雲氣在這裡 然後因為後面的亮 襯托出它暗暗的出來 它的馬頭出來 有沒有 這叫馬頭星雲 看起來很像一個馬頭 而且呢 這個馬頭 其實你只要看到 宇宙當中有一些黑暗 比較不發光的 基本上就是未來 恒星星成的一些地方 因為它那邊雲氣很厚 雲氣比較冷 就容易敏捷 慢慢敏捷成一顆一顆的 心 然後當它越 越敏捷越多 越厚 裡面越塌陷 裡面的溫度越高 就會點燃核 核融核的反應 就會形成一個恒星 所以這個馬頭星雲 你仔細看 我放大的時候 各位看到有沒有看到 頭這個地方有一個亮點 有沒有 碼頭這個地方有一個亮點 包括這裡 永遠有一個亮點 這裡也有 這裡也有 就是內部已經 形成一個 可以融合的一個 太陽出來 OK 也是一顆星 它在生鏽衣附近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 這個是模擬的圖 在這邊 我們電燈幫我關一下 好嗎 連線也看得到吧 好 烈戶的肩膀 腰帶 跟 膝蓋 所以各位看到這邊有沒有 有沒有三顆 其中中間的第二顆 上面 數來 伐一 伐二 伐三 中間那顆 就叫做 就可以看得到 那個伐二 中間那顆叫伐二 從伐二裡面 你就可以看得到 有一個獵狐做大行李 然後另外呢 生鏽一旁邊 這是生鏽一 生鏽二 生鏽一 稍微外側一點點 在下方 這個地方 就是馬頭行李 OK 好 伐一伐二伐三 OK 好 所以就一個在這裡 伐二 一個在 生鏽一的旁邊 所以我們先等一下 我們弄模擬行李 給各位看一下 第二顆 去點再一顆 這一顆 然後再按滾輪 有沒有看到 四十二 OK 好 那馬頭星雲呢 馬頭星雲比較 比較麻煩 好 因為你有時候 你不容易點的到 那所以呢 你可以先點生鏽一 先把它固定到中間 按空白鍵 固定到中間 然後放大 好 有沒有看到下方 這個地方 好 它不容易點到 有沒有 一個馬頭星雲 在下方 可以嗎 好 這個地方 所以真的 模擬星空的這個東西 各位有興趣 去 練習一下 好 再來看一下 好 來幫我再開燈一下 好嗎 謝謝 對不起 因為有時候 一到頭影片會比較亮一點 好 但是那個模擬星空 又是比較暗的 各位 不關燈又看不太清楚 好 說在巨蟹座 裡面有一團 這個東西 你看 我跟各位講 反而很特別 我剛才講過說 球狀星團 是上百萬顆的星星 聚集在一起 蘇散星團 大概是幾百顆到幾千顆 可是很特別的是 我們反而用望遠鏡 比較能夠看得到 蘇散星團 就是你倍率沒有很大的望遠鏡 你還勉強可以看到蘇散星團 但是球狀星團 反而不容易看到 OK 來 這個就是在 巨蟹座 中間一個很朦朧的一代的蘇散星團 編號M44 叫做鬼秀星團 當然它也有一個NGC的編號 可以知道一下 好 這邊講一下星表 星表 最早是從梅西爾開始 開始編的 梅西爾它當時編的時候很好玩 它主要根本不是要做這個東西 它當時編這個星表的主要目的是 那時候很多人都最心於找 會心 因為會心可以用人的名字 命上去 那它也很想沉迷 它希望能夠找到會心 然後用它的名字去做命名 結果呢 它每次有時候透過望遠鏡那邊找到 看到一個懵懵的 因為會心 會心不是會有點懵懵的 而且它如果距離我們更遠 你要比別人更早發現的時候 那顆會心不是就是會懵懵的 甚至可能會有一點點會違 對不對 那不容易發現 所以它今天 看到一個懵懵的 它本來的心盆它可能找到了 可是再多觀察幾次之後 發覺 欸不對 它幾乎不太動 我觀察了好幾天 它都不動 因為會心是距離我們比較近的 所以它動的速度會稍微比較快一點點 那剛才講的星雲星團 它距離我們都非常遠 都是幾光年以上的 所以它幾乎是看起來不動 它幾乎看起來不動 所以它常常會被這種 幾乎不動的這種天體 也就是星雲星團星系 這三種東西 常常被它混淆了 那混淆它就覺得很生氣 每次都被這種 這種東西混淆 後來它乾脆編了一個表 就是把那個 心體一一編下去 然後發送給其他的 天文同好 就跟它講說 你要找彗星 不要被這幾個騙了 結果中期醫生 它幾乎沒 它不是因為找到彗星出名 反而它是因為編的這個表出名 所以因為梅希爾 它前面開頭是M 所以它那個星表的 裡面編列的那幾個名稱 是用M來比M1 M2 M3 或M1 M2 你要這樣講可以 那事實上呢 也要跟各位講一下 它編列它真正 梅希爾真正編列的天體 只有103個 它只有編列103個 另外有7個是後人幫它增補上去的 所以就叫114個天體 然後後來當然 越後面望遠鏡就越來越好 當然可以看到天體就越來越多了 所以 其實最早期還有一個叫做GC General Catalog 一般分類 它是由發現天王星的 天王星我們是一般肉眼看不到 所以很早以前都沒有人知道天王星 到了1781年的時候 才有一個英國的 他是德國籍的 然後到英國去當樂士的一個人 他的那個什麼 天文也是他的興趣 天文也是他的興趣 那他 他跟他的兒子 他叫做威廉赫歇爾 跟他的兒子約翰赫歇爾 兩個人共同編了一個星表 叫GC 那後來人家在 後來在丹麥的天文學家 這個 德雷爾 他再把它再增加更多了之後 因為已經多到很多了 所以他就取名叫 New General Catalog 新的一般星表 新於星團的星中表 所以 我們現在講的NGC的編號 NGC編號就上千 好幾千個 所以這個東西反而 太多了 天文館比較不靠 OK 所以各位不用去記NGC多少 NGC多少 只要知道 NGC的編號 他這個名稱是怎麼來的 所以你看 有上千個天體 然後另外呢 後來 越看越暗 望遠鏡越來越好 越看越暗 他後來 這個一樣是這個德雷爾 他把比較暗的天體 這些暗的天體有可能 你直接用肉眼看 還不是很能夠看得出來 有時候甚至要靠拍照的結果 長時間曝光之後才拍得下來的 像剛才講的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馬頭星雲 馬頭星雲其實 你一般你通過 你到天文館 通過望遠鏡看 不太容易看得到 所以你必須有時候要拍照 長時間曝光的時候才拍得下來 他就這個群名叫 IC Index Catalog OK 所以星表 所以目前看到的 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星表 有這樣的編列 好 那另外呢 這就是後面的 這個延伸參考的部分 有興趣 各位可以到這幾個地方去看一下 好 那到這個地方有沒有問題 OK 好 那所以呢 那個 等於說我們今天課堂上的課 上到這個地方 那 我先結束錄影一下 謝謝 哈囉 謝謝 挺 感谢观看